一年一度的聖誕節 是眾人齊聚的美好日子 為了不要讓雙河地區的 獨居長輩孤單過節 華山基金會舉辦 愛老人聖誕趴活動 每個人帶著聖誕帽歡樂玩遊戲 笑容在臉上藏不住 長輩們都過了一個 溫暖又窩心的耶誕節 感謝華山基金會這一股暖流 他們的愛心 愛心永遠 你看血中送炭 只有這個機構才看得到 當心願卡掛在聖誕樹上 華山基金會號召店家 加入愛老人認住計畫 利用胖胖杯累積小錢 支持老人服務 也完成他們的夢想 由業者熱心響應 在現場築起了燕窩 每位長輩吃在嘴裡 暖在心裡 實在地感受到 來自社會上的關心和愛 認住計畫還上缺八成 那如果就是社會大眾 可以就是響應我們這個活動的話 就是大家可以一起支持我們華山基金會 在這個寒冷的冬天 我想能夠主任 露騰騰的願望 給這個老人家 能夠在這個聖誕節過後 他們有一個溫暖的這個感覺 所以說這次我想說 這麼多的志工人家做這麼願意 那我們也來幫忙這些志工 我們一起來做這個 幫這個設計的老人 來做這個服務 活動中搭配免費意見 幫長輩們設計新造型 迎接新的一年 而臉書我是永和人 和我是中和人社團管理員 也扮起了聖誕老公公 陪伴長輩們歡笑過一天 華山基金會長期守護獨居長輩 也希望有更多人加入一同觀星長輩 數位天空新聞永和報導